為什麼收到的履歷這麼少? 少就算了,多趴通知了,願意來面試的人更少 請不到員工,是要怎麼去拓展我的公司? 不要再抱怨了,我們先來看看到底哪裡出問題 1.薪資,你給的薪水有超越同院嗎? 有付諸就會有回報,在薪水這件事上也一樣 可以提供經濟上的安全,才會有人願意投入 如果你能給有競爭力的薪水 那你就比其他公司更有吸引力了 2.培訓計畫,來工作不只是為了薪水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為了未來 也正是因為他不懂不會,所以更需要被領導 像教練一樣,你要怎麼引導球員,讓他成為頂尖的選手 去出征,贏得好成績,創造更好的收入 為公司帶來更大的利潤 重視員工的成長,才是員工持續待在這裡努力的原因 3.未來性,作為領導者,不要只被業績迷惑 我看到很多老闆,都被商會迷得暈躲轉向的 你可能會覺得,在商會可以獲得人脈,得到業績 但這是長久之計嗎?這不過是短期的互相取軟 如果真想要長期發展的話,靠的不是你這個老闆產生的績效 拜託,請把重心放在建立公司制度跟培養自己的團隊上面 你連球員都沒有,難道教練是有辦法自己贏得比賽? 球員的進步,包圍團隊的實力,才是獲勝的關鍵 最近我終於 créd,開口,是貴水 顏色! 請問,請?